在这里看一下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呢 论大海的状况 然后告诉你呢 大海高低纬度 尤其这个高纬度的地方 他说大海的西边的海岸 跟东边的海岸 海水的温度不一样 那每次都刚好呢 西边的海岸 它的温度比较大 比较高 然后他就要想说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所以你可以直接想象的 叫做有水进过 水温就比较高 但是问题叫做什么水 所以我右边 我有画了一张图 我把它给拉过来 所以我这里拉过来的话 我放大 我们一起来看看它 够大了吧 来这张图的话 大概而已 之前有讲过的东西 第一个三方环流 你把它以赤道为中心 然后分成30度 60度 90度 南北半球刚好呢 成对称性 以赤道为中心 它的风成对称 因为呢 那个是从哪里开始 从那个气压值 也就赤道最热 L H L 极区又是一个H 从哪个地方开始 那我没有打算讲那么多 我只想要告诉你的是 最后呢 要记水流动 先去看风 所以呢 要进水流动 去看风 所以呢 0到30度 我都知道哦 0到30度 北半球的话 等下再看南半球 0到30度的话呢 吹了东北西风 记得风 来向 所以从这里 都北方 往左下方 也就是西南方 之后呢 我们都会说 30到60度 要西风 在实际上呢 南北半球 西风 可以一模一样吗 没有哦 也就是北半球 应该是西 南 峰 那么呢 南半球的话呢 应该是西 北 峰 所以还是有差异的哦 那么看它是为了什么 风 吹 海水 就流动 我要看的 海水流动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呢 我这里右边画的风吹 事实上是为了 左半边的水流动 所以怎么了 低纬度 吹过来 所以水 这样过来 碰到了陆地 碰到了陆地 我两侧是陆地哦 所以这等于是大海哦 碰到了陆地 好吧 往北转 然后呢 之后呢 再继续过来 那继续过来 刚好怎么了 吹西风 由西边往东边流动 南半球一样 东南 信风 水 就受到风吹过来 然后碰到陆地 往南流 然后呢 30到60度 就西风大 由西边 往东边点 可以接受吧 那问题来了 问题来了 叫做 啊这两边的海水的温度 看它的水的来源哦 意思也就是说 我这里叫做呢 大海的西侧 大海哦 因为陆地 讲话就不一样 陆地 刚好东西就想话了 所以我说这是大海的西侧 这是大海的东侧 因为题目在问大海的东西两侧 所以应该对吧 我没有看错 题目问 对 大洋的东侧跟西侧嘛 所以我知道用大海的东或西来做一个界定 所以呢 再回到这个图 我再把它放大咯 你看清楚水从哪里来 答案就跑出来了 我的西边水从哪里来 从低纬度的地方过来 高纬度 好水过来过来 温度越来越低 至少都还比这里 一直直接冷革过来来的温暖房 再看一遍 这里是低纬度的水 过来过来过来 来到了我们大海的西侧 就算往北边 往更高纬度的地方流动 它温度慢慢的下降 可是你看东岸它整个从下降完的水过来 所以这更低温 就算它慢慢的往呢 我们的低纬度流 温度慢慢的高一些 可是整体还是什么呢 比较冷的温度 而我们的西边呢 整体而言还是比较温暖的温度 所以呢 我这里写一个冷 这里写一个温暖 来对应一下题目 来题目本身呢 说了到底怎么样 就是有温暖的水啊 所以这里才说 我们的西边比较温暖 是有温暖的水流过来的 可以接受吧 所以这里虽然说什么软流啊 软流啊 阳阳流啊 等等等 我倒不如呢 建议你的叫做把图画出来 去想一想 事实上都是因为谁 风吹 风吹台照 就有这一期的故事好吗 就到这里了 我倒不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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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边不如呢 隙子 我倒不如呢 谢谢大家